這班泥水師傅埋頭苦幹 他們不是在做甚麼大工程 而是響應網上呼籲 來到大埔這個山坡為舅舅起身居 他們合力混和水泥鋪設地台 甚至出動私家工具燒刊降架 響應號召的還有一班來自各行各業的義工 他們雖然毫無經驗 但在專業師傅細心指導下 砌起磚牆也算是由板由硬 老實說真的不懂砌 很怕砌錯後砌得不穩定 會影響狗狗的場地 但是師傅他自己真的很好 很努力去教我們 讓我們知道原來砌磚是這樣的 真的很多謝他們這些專業人士 因為如果沒有了他去解釋磚是怎樣砌 我們真的其實是做不到這件事的 除了砌磚 義工還要逃步行200級樓梯 將大批建築材料搬運上山 大汗搭細汗之餘 還要忍受蚊釘蟲咬 不要說起狗牆 就算原來要走上幾多級樓梯 要搬些什麼 原來搬些東西要這麼辛苦 沒想到小小的一件事 原來是這麼艱難的 負責人說原本收容十幾隻狗的石屋 因為殘破而需要新居所 他見不少人響應做義工 深受感動 大家都是愛狗人士 都可以降超出預期 每一次行動都有十多位義工 可以來幫忙 我都很多謝他們 他說狗社還需要水電師傅 鋪設電線和水喉 希望可以早日員工 給狗狗一個新的家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 都有獷